那我给的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贝加木黄金鸦片披萨 鸭赏三星葱跟蜜金枣通胞 然后呢再以莫扎拉起司打底 完全就是一份宜兰特产大拳套 嗨大家好这是肥波 今天要给各位来的是 宜兰美食头成篇 24小时爽吃特辑 五选 分别是龙记牛肉面 吉祥鲜肉小笼包 阿嬷葱油饼 以及贝加木厨房 最后是北宜石牌香肠 好的各位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好的各位朋友 首先第一站我们就来试一下 头成在地的招牌美食 它就是位于在吉祥路上的龙记牛肉面 这一家相当浮夸每天只有营业三个小时 而且呢我第一次拍到有牛肉面店 跟一些拉面名店一样 还没有开店就排了非常多人 那我抵的呢就是他们家每日限量的牛三跑面 厚切牛腱还有牛筋牛肚通胞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那我们首先呢就来个牛筋配糖刷个嘴 还没有吃光看就有一种胶质感满满的feel 一口下去能够充分理解 为什么还没有开店就会排这么多人 首先当然牛筋的口感绝对不是单一的Q而已 你是可以感受到非常显著那种胶质的滋润绵密感 同时呢在那种浓醇的胶质香气之外 汤口本身它确实有料 感觉比较偏这种蔬果微甜路线哦 再来呢就是一下它这一块非常厚切的牛腱 这个厚度可以说是直逼台北的天下三绝 要说它有到极度绵密其实还好 比较偏这种交错的口感 有它瘦肉的韧跟它肉筋交错的微Q 同时呢又带上一股相当迷人的卤香 再来就连汤袋面竖个一口 面体本身呢就是一个正常发挥 家常出面包邮音的EQ感 重点还是搭配上它的汤头 果香带点甘甜的红烧风味 吸起来它真的就是相当的滋润刷嘴啊 一口面配上一口牛腱 这个主要它真的就是疗愈感满满 而且它这块牛腱更加厚切 但是口感意外的又比前一块更嫩更绵 最后就是它的牛肚收尾 我觉得你各位如果点到牛三宝面 真的必须给它点一下 真的就是在一碗面里面 可以感受到非常顶的三种口感 有它牛筋的绵密感 牛筋的软嫩 以及牛肚本身彻底的Q度脚感 好的各位总结也呢 龙橙牛肉面 把它乘坐来到头层的必吃美食 个人觉得那是相当合理 口感本身那是相当惊艳 然后汤头喝起来呢又很顺口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站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接着下一站 我们就来试一下头层糖包代表 它就是位在车站附近的 吉祥鲜肉小笼包 听说之前呢是正好的分店 只是呢后来改名了 所以说呢估计也是很爽 但就是相对不用说排个大半天才能吃到 外形上一样是非常的精美 加起来真的是有一种炊坦可破的feel 感受一下 我只能说啦 宜兰地区的汤包 那真的是超前其他现实非常的多 入口不是单一的那种猪肉油脂香气 反而呢是会让你感受到惊艳的葱甜味 而且汤汁的量也是很够 果然这种小汤包内用才是最爽的 现真现真的滋润感 还有外皮的软Q度 真的就是相当完美 同时呢又会再补上它里面肉腥的绵密 以及三星中的鲜脆口感 浓郁的葱甜味 跟香满的辣酱结合在一起 那是意外的和谐 而且你吃得出来它外皮呢 是有两层的Q度 上层折合的地方更加显著 底部呢就是非常的软Q 不过重点还是 汤折量真的是很多 像我半夜稍微夹铺个几颗 碗里面呢那就是汤流成河啊 好的各位总结也呢 吉祥鲜肉小笼包 有加入三星中的汤包 那真的就是无敌啦 而且真的是比较不用排队 这一点确定是鸡推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 这个观众朋友记得下一站 我们就来试一下宜兰在地的三大葱油饼名店之一 它就是位在顶浦火车站附近的阿玛葱油饼 那我给的呢就是一个双蛋的版本 看起来呢真的就是很经典的宜兰流派 酥杂的饼皮夹着三星葱花蛋 然后呢再刷上满满的酱汁 而且呢都是全程油锅处理 所以这个感估计会蛮高的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厚厚一块咬下去 我最先感受到的 真的就是一个这脆 所以一点咀嚼呢 就会补上一股相当迷人的油炸面香 以及表面刷上去的这些微甜酱汁 口感上确实是蛮爽的 光看它的切明就知道 葱料给的那是毫不客气 同时呢感觉可以透过它的这种葱香 来平衡一下整理的油脂感 结合在一起那真的就是饼皮Q 鸡蛋嫩 同时呢又交出了葱花的脆度哦 不过我个人感觉它的这个刷酱 下手可以再重一点 整体吃起来最明显的 真的还是一股葱香风味 好的各位总结言呢 阿嬷葱油饼来到宜兰地区 吃上一份油脂脂的炸弹葱油饼 那是必须的必 算是蛮对我的味了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这个观众朋友 记得下一站 我们就来试一下 头层在地的手工披萨专门店 它就是为在青路三段这边的 贝加末厨房 那我给的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贝加末黄金鸦片披萨 鸭赏三星葱跟蜜金藻通包 然后呢再以莫扎瑞拉起司打底 完全就是一份宜兰特产大拳套 然后老板刚才呢还抖灭了一份炸鱼鱼 跟鸡块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那我们首先呢 等下要从它的披萨起手 配色那是相当精美啊 黄中带绿焦脆一点粉嫩的鸭赏 入口第一个感觉 莫扎拉起司给的那是相当充足 同时呢保有它饼皮那种干爽微Q的脚感 虽然说不会像那种拿破里披萨 那么的四味软Q 主要呢还是感受它 丰富的配料 有鸭赏的熏香 蜜金藻的甜 跟非常显著啊 又是我们三星中的葱香甜味 结合在一起那是意外的和谐啊 而且呢我觉得它有加蜜金藻那是非常关键 可以在整体起司的咸香之外 补上点果香为甜 达到一个很舒服的咸甜平衡 而且你吃得出来它饼皮的底部呢 还带有点薄脆感 搭配上它切成这种细碎状的鸭赏 又再补上点软硬的脚感 口感上真的是很有层次 来到这边不用怀疑 点它的招牌 黄金鸦片披萨主没错 觉得是我个人吃过 在风味上 前几和谐又丰富的口味啊 最后呢就以它的炸鸡块收尾 看起来不像是腿肉 但却又能够保有相似的滋味软嫩度 我本来以为是专攻披萨的 炸鸡其实也是蛮强的啊 好的各位总结也呢 贝加木厨房 如果我改天再回来投层玩的话 绝对是会找时间来这边二刷一波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 这个观众朋友最后一站 我们就来试一下 偷城在地的隐藏版台味下午茶 它就是位在偷城加商附近的北宜石牌香肠 Google评分4.8颗星的发财车烧烤专门店 那我点的呢就是一份椒盐柱花搭配上大肠包小肠 以及他们家的招牌葱肉卷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吃 为了确保它有最优质的口感 我真的是往前走个五步呢就开始野餐 感受一下 今天自己这样拍下来真的就是各种形式的三星葱 独特的葱香持续冲击 而且你吃得出来它烤肉酱的部分 不会说过于浓厚 主要呢真的还是感受它无花肉的油香 以及它烤过的青葱那种甜味 再来就是一些它的椒盐煮花 150块这个肉量那是诚意十足 而且它打底还有再附上泡菜跟一点腌洋葱 五花肉本身吃起来呢 真的就是一个很原味的黑胡椒香 同时呢它的瘦肉也不会说烤得过干 还是保有一个滋润软嫩感的 那让人搭配上韩式泡菜 那真的就是极度的解腻啦 我们来个五花肉配上洋葱丝 看起来应该有稍微腌过 最后呢就以它的大肠包小肠说为 绝对是我看过菜量给的最多的 除了香菜之外 还有再加入小黄瓜泡菜跟洋葱等等的 有加乳满的蔬菜那真的就是大大的加分啊 可以在它米上的Q 香肠的扎实感之外 补上多层次的脆跟滋润度 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宜蘭美食头层篇24小时爽吃特级无选 有专家级的牛肉面跟鲜味十足的汤包 还有各种集合了三星葱的特色美食 来到头层呢充分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那要这样啦 详细的内容资讯 我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收听栏栏 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